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最近推出了新品 味龙辣条炒饭 四元一份 食堂师傅表示 一份味龙辣条炒饭 会放两包味龙小面筋 里面还有青椒 胡萝卜 西葫芦 洋葱 肉丝 点这个饭的女生比较多 一天能卖出一百多份 我们来听听同学是怎么说的 如果我觉得这要吃太多有心意 我第一次听到辣条炒饭 我觉得它的味道呢 还是不错的 有一种辣条的味道 这辣条的味道呢 就是和饭的味道 后来一次印 焦香回应 不知道我觉得 哇 有一种新的品 视频拍摄于5月5日 在荷兰郊座 樊先生从小就学习修表技术 后来就开始收藏各式钟表 如今樊先生自己建了一个 钟表博物馆 樊先生表示 最多的时候 收藏的钟表有三千多件 比如这个耗时快两年的时间 达到的高 4米5的包裹图 四二生肖多功能表 古代有神的生肖 鸡丝抽牛 也是神的生肖 还有当中的包裹图 鸣鸣鱼 包裹图 这是用古代的这个 调气这个这个 把这个制作成的 北京世界 可以有过激世界 就像高国里 高地的这个世界 都有 事情发生在5月8日 山东济南 梁某接到一陌生男子的 扎骗电话 说梁某的女儿被他绑架了 要梁某去银行 赚钱交赎金 还放出了 梁某的声音 梁某报警后 就赶往银行去汇款 中途发生了一些事情 梁某在银行准备汇款的时候 被民警拦住了 警方最终联系到了梁某的女儿 确认梁某的女儿平安无事 后来才知道 是女儿搬下园通的时候 在紧急联系栏 写了自己父亲的电话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号码泄露出去了 目前慈安在调查中 5月14日晚上 梁某一人在宿舍很无聊 越想越悲观 加上家庭矛盾 工作压力等因素 于是在5月15日凌晨 梁某在福建全州市台商投资区 玉前村附近寒玉 想跳海轻生 民警进行开导后 就送往了梁某的姐姐住处 目前梁某已正常上班 家属表示会加强关心和沟通 这里就希望梁某能乐观起来 积极面对生活 生活是很美好的 过段时间就能吹空鸟吃西瓜了 据外媒5月14日报道 德国的一个野生动物园 有一只舍利被绝育之后 就对异性失去了兴趣 所以不再保持好身材来吸引磁性舍利 每天吃吃喝喝碎碎 活得很开心 于是体重增长到了96斤 一般来说正常的舍利 平均体重在70斤左右 动员表示会帮助这只舍利 进行节食减肥 减少吃肉频率 住军到了中午的提升性脑分解 土豆 土豆我最近在减肥 一直在纠结午饭和晚饭 哪一个可以减掉 最好是减少煤餐的池量 一定要选的话 午饭记得要吃 我们材料力学老师说话的语气和声音 都和土豆很像 简直一毛一样 特别怕某天上课他突然冒出一句 不知道该说什么 记得吃中饭 然后补了一下画面 如果真说了 应该是个惊喜